说到汽车展业就得提到小本子了 曾经有相当长的时间 日本车都是横扫全世界的 中国国产车还不行的时候 一个三菱十几年前的破发动机 就拯救了很多的中国汽车企业 好多国产品牌就指这个破发动机了 当年有个牌子 东南汽车就是这么干的 甚至他们还会在销售时候吹嘘说 看我们用的是日本三菱的发动机 一个十几年前的破发动机 竟然还被当成一个卖点 可想当时日本品牌有多狂 当年的中国汽车到底有多弱 不过这也是15年前的事了 现在中国汽车产业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猛的一方霸主了 中国电动汽车已经成为了 炙手可热的高科技产品 现在谁提到中国电动汽车 那都是不由得竖大拇指 确实是厉害 而现在的小本子 小日本车 那可以说是昨日黄花 令人唏嘘了 在锂电池储能汽车发展到今天 小本子之前非得走轻能源 他就脑子就这么死命 死将死将的 结果活活把自己给走死了 现在日本以丰田为主 又开始叫嚣嚣我们要翻牌 我们要超车 那日本车还有机会翻牌吗 今天咱好好聊这个话题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雷哥 首先咱们先聊丰田 丰田对于电动车的理解 他就有点脑子有问题 去年丰田当时的老大 丰田张南放出豪言说 电动车都是垃圾 后来丰田张南用实力证明了 丰田的电动车确实都是垃圾 现在他们每次公布 和电动车相关的专利时 都被大家当笑话看的 现在电动车有个功能 是从充电口插一个转换器 这样就可以在车外 使用家用电器了 这个东西通常是这样的 而丰田在对外放电这个功能 它是这么理解的 你没看错 人家就这么干 在玻璃上直接打个眼 把电线给你蹬出来 好吗 买车还送个解线玩是吗 丰田引以为要的 验证码电动车 就是非常拗口的BZ4X 续航续航不行 安全性安全性不行 丰田怎么解决续航问题 人家从软件上给你升级一下子 这个升级并不是说 给你调整了充放电的优化 而是把每天快充的限制 从两次提升到了四次 看看人家丰田就是厉害 续航不行怎么办 你多充电不就完事吗 漂亮绝对没毛病 至于影响电池寿命什么的事 人家就不提了 毕竟丰田 肯定有人为信仰充值 另外这个车还有一个选装 就是把车顶改成太阳能充电板 据说一年能省下300多块钱的电费 但是升级的费用是2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你开个50年 才能把选装的这2万块钱给它省出来 那绝对是让你传杯 好嘛 也开完BUB开 BUB开完孙子开 到那时候差不多了 你以为这够离谱了 还有更离谱的 最近丰田要给混动车装上手动变速箱了 你敢信吗 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都懵了 丰田是真敢想敢干 它这个专利的原理其实不太复杂 就是在发动机的动力传输这边 给你搞个离合器 可以切断动力传输 还能绕过电控 让驾驶员来控制动力的输出 那用上这玩的时候有什么代价呢 那就是混动车更加的废油了 牺牲了能效比 换来了一点手动换挡的乐趣 和这事相比 丰田还有在纯电动车上加上手动挡 我听到这个事 那就真的是觉得有点过于抽象了 电动车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用变速箱 也能保持动力的输出 但是丰田他就要见走偏锋 人家裤衩就要歪串 人家就要给电动车给你装个手动挡 咱也不知道为啥丰田如此执着于手动挡 为此丰田还真的去申请专利了 这专利确实没人跟他抢 按照专利的逻辑 就是通过电信号模拟出来几个挡位 纯纯就是没病找病 电动车本来没有变速箱了 是科技的进步 结果丰田非得给你玩复古 他又给你安上了 丰田这绝对属于是鬼点子 人家通过控制电机的输入电压 给你来一点换挡的感觉 这就跟之前某些国外电动车 用音箱模拟发动机声浪是一个意思 都是属于是妥裤子放屁 躲此一局 但是又一个问题来了 手动挡必须要有一个离合器踏板 那怎么办呢 这电动车他没有那东西 丰田鬼才工程师直接给你安一个假的离合器踏板 只要一踩 车的动力就给你切断了 也就是说丰田在电动车上加手动挡的逻辑 就是踩假的离合器换假的手动挡 然后抬起假的离合器完成换挡的动作 这套路我都看梦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 一些人喜欢手动挡 他主要是想闻点汽油味 每个挡位的声音他都不一样 都是机械的呀 但是你电车给你弄个这玩 他都是假的 除了换挡跟踩离合器这个动作 其他的都是假的 那结果肯定是真正玩手动挡的 人家就玩油车去了 对这种东西不屑一顾 而喜欢电车的人 他也会不屑一顾的 那你弄出来这个东西 你卖给谁呢 感觉丰田现在真的是属于是闭眼瞎搞的阶段 从丰田的骚操作也能看出来 小本子现在真的是有点激严了 技术技术不行 只能用胡搞来吸引眼球了 丰田这几年可以说是快速的走下坡路 想靠着轻能源继续number one 结果玩来玩去 全世界把丰田给孤立了 所有人都搞锂电池去了 你还在那玩新能源呢 这不属于没屁在那儿割了嗓子吗 这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逆行一样 但就是基本上作死啊 通常在油车时代越成功 到了电动车时代 他就越拖后腿 而在油车时代啊 日本车赢就赢在用最小的排量来做出更大的效能 但是到了电车时代 这个瓶颈一下被突破了 一大堆性能强劲 功耗又很低的车型就出现了 这一下子把丰田直接给干翻了 丰田数十年的汽车帝国被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其实啊 不光丰田 所有的油车企业都快玩犊子了 而且这些油车时代很强的企业 对待电动车品牌的冲击 通常都是不愿意放下当年自己在油车上优势 哪怕他们退出电动车 也会宣传是让你开这个电动车 有开油车的感觉 说到底啊 就是想逃避电动车领域的直接竞争 但是现在从大驱市场来说啊 这些玩意儿基本上一点用都没有 去年全球卖的最好的车型中前三名 只有第三名的特斯拉是销售增长的 其他油车全部都是下跌的 而在中国市场和特斯拉直接竞争的品牌是比亚迪 而比亚迪现在根本就不把那油车品牌放在眼里了 现在能看出来了 小本子真的是挺着急的 现在日本的工业就剩下一个汽车稍微能拿得出手了 结果短短的七到八年时间就被中国从底部逻辑上给你颠覆了 现在欧洲已经非常明确了 所以说到2035年要禁止所有的油车销售 估计等到那个时候 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已经满世界跑了 而小本子终于回到了他在历史上该有的正确的位置 哎呀 这个2035年我还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呢 好了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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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